本次考古是配合这个金山中学改扩建工程发现的 应该说当时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时间比较紧 同时呢因为发现面积比较大 认为比较重 我们的建筑机制分部是比较密集的 你们可以看到既有很多大型的汉代的建筑构件 是吧木构件 同时呢也有越过的木构件 如何对他们进行区分啊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是吧 越过建筑因为它叠压在汉代建筑之下 是吧 就是说它的格局啊 你要想全部弄清楚是吧 对我们现在来看也是比较难的 只能在汉代建筑的空隙里边做一些解剖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了大量的木构建建筑是吧 就是木构的木质的这个文物的保存啊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木构的问题 就是这个文物的建筑 就是这个文物的建筑